哎呀 下面一位要上场的 女神 叶培 现在就是叶培的那个培字 现在不能念培了 现在念背 但是在四十多年前 这个字是可以念培的 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读音了呢 叶培我分析了一下 可能啊 新华字典觉得 为了他一个人保留这么一个读音 不值得 让我们掌声有请 被新华字典抛弃了的叶培 大家好 我是叶培 如果你们最近有人高考的话 请记得这个字 念背 这场吐槽大会 是大师兄郑军请我来的 来之前呢 他就嘱咐我说 来归来 当我年轻时候 和姑娘们的那点破事 就别说了 我说你放心 说那干嘛呀 主要时间不够啊 楚生我们认识很久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还在酒吧唱歌呢 唱到一半的时候 酒吧老板就过来问我说 叶老师 我们这个歌手唱得怎么样啊 我说你这歌手就跟你们这儿的酒一样 有点水 我搞对象的时候 楚生送过我一个搓衣板 我问他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幽默啊 楚生哈哈一笑 没钱的男人就是这么幽默 大张伟 我们早年演出的时候经常碰到 他那舞台风格啊 又喜情又热闹 但歌词还特跳跃 什么洗刷刷 呜呜 这么好看怎么办 前沿完全前沿不达后语 听的人莫名其妙的 我告诉大家说 大张伟的歌啊 不能光从字面上理解 你得用心听 只要用心听啊 准能从那个字缝里头 听出俩字 捞钱 其实大张伟的情况呀 我也完全理解 为了吃饭嘛 不过话说回来 一个音乐人想吃饭 也不一定非得做那么多乱七八糟 不着四六的音乐呀 比方说你可以买一罐 海天黄豆酱嘛 蒸着吃 闷着吃 站着吃 炒着吃 乱着吃 怎么吃都好吃 不贵 买去吧 别糟蹋音乐了 就这一作品水平 他还说自己挣够了钱 要做交响乐 我的天 大张伟 交响乐 这也太分裂点了吧 要是有一天新闻说 大张伟去了威也纳 金色大厅 你就感觉这威也纳 就是个KTV 金色大厅 就是个包尖 听莫扎特送啤酒 听贝多芬 送果盘 心底 这个艺人 完全超出了 我的理解范围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艺人啊 不是特别好看 就是特别有才 像这种特别特别的艺人 还真没有 心里初三就出道了 刚知道她那时候我就想 这小姑娘敢这么早出道 唱功得好成啥样啊 后来听了她的歌 我就困惑了 这小姑娘 家庭背景得好成啥样啊 今天见到本人 我才知道 家庭背景确实好 月云鹏的女儿 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啊 我妈总担心我的安全 只要我去唱歌 我妈就跟着我 去歌厅陪着我 老郑那时候对我妈说 阿姨 以后你甭来了 有我 我妈说 就是有你我才来呢 老郑很惊奇 阿姨 原来你是我的粉丝 老郑以前很愤怒的 打坐之后变得特别温和 去山上禅修打坐 老师跟他说 课程已经结束了 可以回去了 老郑说 我再坐两天 反正也接不着火 哪儿错不是坐呀 老郑这人还特别浪漫 当年为了跟刘云表白 包下了《新京报》一整个版面 上面写 爱是全然接纳 放松是允许发声 那什么 生日快乐 12月29日 郑军新单曲首发 瞧瞧这老郑 多惊恶 连表白 带宣传 钱花得 太值了 而且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啊 这个表白连刘云的名都没写 写的是 那什么 我不知道 当天全国多少女孩 看了这张报纸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老郑真是有情有义 这么多年了 还没忘了我 老郑年轻时候很不羁 遇到流云之后 性情大变 真的是一物相一物 老郑 你就认命吧 你要记住 已婚男人 不管在外边怎么打坐 终究还是得回家 谢谢大家 我是叶培 你看叶培这么跟那个 郑君一聊天的那个状态 就知道他们确实真的非常熟 叶培人员特别好 特别好 什么老郎啊 许葳啊 郑君 都是他哥哥 真的都是他哥 我就突然发现 当你哥哥的混得都不错 少刚哥 众所周知 我呢 比叶培姑娘虚长了两岁 不管这个妹妹答不答应 但是哥哥我当定了 老郎 许葳 郑君 张绍刚 中国摇滚 四大哥哥 你说真有什么好余的 我就当个哥哥怎么了 而且岁数大了也能摇滚起来